新北市大學區 北新路移出社區 昨日傳出砍人案件 社區管委會與兩名陳族戶 有嫌隙 管委會的三名成員 與陳族戶兩位男子相約談判 昨天晚間八點的時候 狀況爭執不下 管委會竟拿刀傷人 造成一名男子手腕被劃傷 另外一名男子則是腹部有刀傷 詳細原因人帶警方繼續釐清 來聽一下警方最新說法 管委會成員一言不合拿刀砍人 兩名陳族戶奮力打破窗戶 驚恐逃出社區 根據了解兩名男子送以後 沒有生命危險 而管委會的三名成員 則在刺傷人之後駕車逃逸 目前警方已經調閱監視器 展開全面追棄 詳細案情仍有待警方繼續釐清